國考市場半路天考生聽得到超商叮咚 畫面中的考場竟然在半路天的廊道 而且就在人來人往的便利超商隔壁 堂堂國家級考試卻是如此規劃 考選部1.3天在台中等地舉辦建築師證照考試卻被考生投訴 領東科大的考場考試過程中聽得到超商買東西的聲音 覺得被干擾 而且他旁邊還有那個...草上 對啊很草啊 就那個地方大家走來走去的 而且還有考生投訴考場原本的考桌太小放不下大型圖板 經過反應後卻因為教師不足 直接在半路天的廊道考試 主考單位還臨時用椅子圍棋考區相當客難 繳了1800元的報名費卻沒有國家考試該有的格局 主考單位表示因為教師不夠才會安排考生到廊道製圖 也已請便利超商的門保持開啟避免進出鈴聲 對於考生反應的缺失會檢討改進並表示歉意 地方中心台中報導